哈喽 上一期你们都看了吗 我最后不是去了一个抹茶店吗 然后后来我发现在他隔壁有一家我长草的面包店 所以我去买了一个面包回来 我买了一个超大的sour的 我现在来开一开 真的好大 自带音效 它中间这个 哇你们看 这个筋膜 像这种很大的面包 其实你不用担心储存的问题 你切片然后分装把它冷冻起来 吃之前拿出来放在面包机里烤一下就可以了 我一直都是这么干的 因为它可以锁住水分 然后保鲜的时间也比较久 不用担心坏掉 吃之前一定要烤一下 尤其是现在天气冷了 然后我今天准备搭配一个新组合 想用这个 pumpkin butter 然后搭配 pumpkin seed 烫 这种酸味道它那个气孔特别大 比如说我抹酱我就会很担心它从下面露出来 好了我们来试一试 你们前面有听到吗 就咬下去的时候 它边烤得很脆 但是里面的组织非常的软 就你吃起来很有嚼劲 然后不会咬不动 我觉得挺好吃的 这个面包不错 他们家本来是做意面什么的 我也有去吃过两次 我觉得都挺好吃的 非常的正宗 因为老板好像是意大利人 然后这家咖啡 不是这家咖啡 这家面包店是他们就是最近新开的 就专门卖面包 还有一些三明治什么的 嗯 它这家面包店被我加进list了 以后应该还会再去 然后这个上面我不是涂了pumpkin butter吗 其实它是apple sauce做的 它并不是南瓜酱 它只是 它的确加了南瓜 但它更像是一个南瓜味的苹果酱 然后加一点南瓜籽吃起来 就口感层次比较丰富 这个组合也不错 下午了 来吃个巧克力 7号在这里 开开来 我猜是个雪人 不是雪人 是个蜡烛 好暗啊 看不见吗 鱼 今天试的是这个 氮气的拿铁 他们家我之前喝过黑咖啡 觉得也不错 就这款它的包装 就是会有点不一样 就这个系列 因为它是里面有 那个冲了氮气 所以它倒出来 才会有上面这层缝 就前面会更多一点 现在就相对消掉了一点 就在家里喝会给我一种 真正的拿铁的体验 好了 那我就吃早餐 然后今天有好多会 我们晚点再说 刚开完一个会 我们来吃个巧克力鸭鸭筋 今天是8号 等一下 是8号吗 不对啊 今天是7号 但我昨天把7号吃掉了 我吃错了 我昨天应该吃6号的 那我们现在来吃6号吧 看看这就是周一 这是什么东西啊 这是一个迷路的脸吗 好像是一个迷路的头 好魔幻了 我刚刚下去拿了个快递 然后收到了这个 这什么奇怪的角度 就我收到了这个 我黑五在Madewell他们官网上买的 它那个黑五反正就是7折嘛 然后买这个 这双袜子 它是家里穿的 然后 我当时在网上是在inst上面刷到他们家这个的广告 然后 我就被种草了 我觉得这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发明 就冬天在家里 最最需要的就是这样子一双袜子 你们等一下 我来 穿上给你们看 就它是这么大一个 这么长的一个 然后它底下是有 这种防滑的点点的 所以你穿上去之后 就是你可以当拖鞋在家里穿 但是它可以洗 位置我觉得非常非常地贴心 就它穿上之后就是这个样子 到这个高度 就我一直有一个困扰 就是好像所有的睡裤 你穿着站着的时候长度是对的 然后你站起来以后 不是你坐下来以后 它就会缩上去 然后就是脚腕这一截就会非常地冷 但这个穿了就不会 就你们看它很好的 就是保护了你的脚踝这一段 真的好可爱啊 然后又很暖和 因为它是毛茸茸的嘛 很舒服 我很喜欢 我不知道你们什么感觉 反正我对这个东西非常满意 因为我是一个非常讨厌穿袜子的人 我觉得袜子就束缚了我的脚 所以我在家里就是除非真的很冷 否则的话我不会去穿袜子 但这个就OK 因为它比较宽松比较大 它在官网上其实是有那个尺码选择 我这个是SM的 还有M和L的反正 反正我对这个快递超级满意 我非常喜欢这双袜子 我记得它官网上除了这个尺码有选择 它还有其他的颜色 好像是粉色的点点和藏青色的吧 对反正今天的新品就是这个样子 虽然小 但是我觉得幸福感非常的强 对 然后我们待会儿再见 又到了下午吃巧克力的时间 我们来找一下8号 今天不能找错了 你们看就在这 这是这个看上去好可爱 好复杂的图案 铃铛 对焦看到没有 我现在准备去一家 卖gift cards的地方 不是gift cards 错了 post cards 就想要去买一点 那个明信片 然后送人 正好今天下午要去看牙医 所以就请了半天的假 现在外面好冷 就零度 而且就是已经阴了好几天了 就很不舒服 很讨厌 到了 就是这家店 感觉东西还挺多的 然后那里都是明信片 待会儿去看一看 然后这个口罩好可爱 这里感觉都是吃的 咖啡蜂蜂蜜 巧克力 然后这里都是蜡烛 但我最近蜡烛买的有点多 不能再囤了 这里是 润唇膏 润唇膏 蜂蜂蜂什么的 还挺可爱的 然后下面这个是肥皂 手工皂 好 我们来看看这里有什么好看的明信片 想买一点匹村特产 就认得出是匹兹宝的 回来了 主要就是买了明信片 给你们看几张 我觉得还蛮好玩的 就是这种 就是 上面没有写地名啥的 但是我觉得蛮可爱的 因为它是那种 就像化学元素一样的标准的嘛 还有就是这类的 写了 Pittsburg 然后这句话 觉得还挺好的 还有就是这类地点标志的 我觉得还蛮有特色 主要就是这三种 然后我就各买了几张 准备写一写 然后去邮居记 好 那我们就回家了 真的还 外面还挺冷的 所以我准备来吃个巧克力 哎呀 拿反了 我们来找一找 今天是 9号 我猜是一个小松鼠吧 它掉下来了 你们看 是个小松鼠吧 对焦了 朋友 好可爱 把它吃掉 今天中午准备煮一面吃 今天中午准备煮一面吃 前两天在Trader Joe's 买了这个新的 pumpkin ravioli 它是方形的 然后颜色也不一样 等水开的时候 我们来切个蘑菇吧 除了蘑菇 我还准备加一根鸡肉的香肠 烟熏苹果 加 白枯桃酒 有苹果的话 就感觉会有一点甜甜的 我们看它切面里面就有苹果 水开了 我们来 加饺子 加四个吧 感觉挺大的 就等它煮开了 等它煮开的时候 我们来把蘑菇和香肠炒一下 做成哦 加一大小的 砂糖 跟山效果 搅拌 砂糖 酱油 小三百 栓 河 煮盛 煮 煮 入虫 好了 我觉得这个饺子软软的感觉好像很好吃 是不是看起来还不错 拿了个叉子 我们来试一下 先试试蘑菇和香肠 这个香肠蛮好吃的 它不会很咸 然后它有一点点甜味 就是因为苹果的关系 配这个酱也不错 不会很突兀 然后来试一个饺子 你们看里面的馅 它里面就是这样子的馅 我觉得这个方形的 比上次我吃的那个三角形的南瓜饺子 更偏cheese的口味 那个更甜一点 但是我很喜欢这个香肠 我觉得这个香肠甜甜的好吃 配蘑菇 然后意面里加蘑菇就不会错 下午啦 我们来看第十天 这肯定是一个cupcake 看我猜没错吧 这膜子也好可爱 对吧 首先今天是周五 其次 就是我收到了双十一 在淘宝上买的东西 就是后面这个 你们是不是看不到 就反正就到了一个巨大的箱子 然后都是我双十一 在淘宝上买的东西 转运这次还挺快的 然后我就觉得很开心 那今天我想给你们看这个 因为不是要到2021年了吗 所以我今年准备做手账 也不是做手账吧 就是用手账来记录 就是我要做的一些事情 我买的是Hobo这个 是这么多吗 我也不知道 它是A6的尺寸 然后是一日一夜 一月开始 2021年一月到十二月 我是在他们海外旗舰店上面买的 我会把那个淘宝的链接 就放在下面的信息栏里面 我就特别想跟你们一起来打开它 然后组装一下 这是说明书吗 HoboNichi水手的40种手账使用方法 我本来还想去YouTube或者B站上搜别人是 就是专业的是怎么做手账 看来现在不用了 这个就够我研究一会儿了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内液 2021年 我准备去看一下说明书 因为这样子都 就不太知道它的用处 但是按周 然后按月 都有非常详细的像这种就是月历 一月两月 然后它侧面是这个样子彩色的 就是每个月都不一样 一直到12月结束后面最后是点点的 我们来装一下 它有很多 也没有很多 就是好多配 什么玩意儿 就是好几个配色可以选 我就选了这个外面是黑色 然后里面是蓝色的 因为我觉得外面是黑色比较好 好搭 然后后面还可以夹东西 然后它里面也是 这里就是可以夹不一样的小纸片啊 什么的 这里也是 这面也是有更多的那个像卡槽一样的地方 感觉我很开心 然后今天 哦今天的巧克力还没有吃 正好把巧克力拿过来 感觉好有成就感 因为已经开了很多了 共是24天嘛 然后我们已经开了10天了 今天是11号 想在这里 小狗 就不会是只狗吧 是只小熊 那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你们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 应该是周六 对没错 好 如果你们喜欢这个视频呢 你们记得给它点赞 如果你们有什么想要告诉我的 记得评论弹幕告诉我 那我们下周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